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离了 记得我爱你 而去年他也才贴出母亲的红包 缅怀过世的母亲承诺会好好生活下去 没有想到这一回犯案后又自强令人不声唏嘘 戴着墨镜对着标靶梦猎射击 多年前和朋友到国外练习打靶 他就是这次在万华开枪的枪手 万国帮成员抽信嫌犯绰号阿国 阿国去年12月才在脸书发文悼念王母 照片上破碎的红包就是母亲留给他最后的念想 七年来随时都戴在身上 文中还承诺会好好生活下去 只是看似孝顺的阿国 似乎有说不尽的冤屈 案发前六小时才在脸书上po出 和女儿在火锅店约会吃午餐 还写下249字文和子女诀别 要女儿好好做人 不要像爸爸一样 他更留下最后遗言 觉得这一年多来自己都被欺负 一边爬山一边拿着手机子拍影片 57岁的阿国热爱登山见走 但其实他前科累累 曾犯下杀人毒品伤害罪 今年三月脸书也贴出在西门町拍下的照片 说有着无法抹灭的疤痕 没想到这回就在万化开枪 警方目前要针对他的遗言 持续调查厘清 是否有和其他人士尤恩怨才冲动自强 若是喊冤离世 也留给家人无限悲痛 华氏新闻 廖亭正会梁里齐亭台北报导 华氏新闻看起来 赶快订阅我们的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